怕不都说来有请我们第二位艺员来到我直播间 你好你好 欢迎欢迎 请坐请坐 来有请 哇一博表演完了 嗯 没有 还没有表演 还没有表演 对对对 然后先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来嘉宁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 就是我想问一博你从十几岁然后就进入到乐华了吗 那你回首过去的这一段旅程 有没有哪一年是让你最印象深刻 或者是最有意义的 呃 印象深刻的可能是 啊印象深刻的可能是练习生的时候都挺深刻 但最有意义的时候可能就是出道的那一年吧 也14年 嗯 14年的时候最 对啊因为啊练了那么久终于出道了 然后那一年可能最有意义吧 那你现在能不能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和状态 平静 平静 就心如止水然后就反正很平静的对吧 我觉得这种状态是每个人都要追求的一个状态 对 不急不慌不忙 平静的去走 哎那如果你就是就是在刚出道的那个时候你上台前也会像现在一样平静吗 还是还是还是会有点紧张就是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区别 肯定经验更多了之后现在就不会那么紧张了 嗯对刚刚开始上台的时候肯定会紧张记得当时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是上更歌的一个演唱会 嗯然后但是我是那种可能台前会紧张包括我 有的时候上跨年演唱会的时候也会紧张但是呃 上台之后我就会舒服很多就就会把那个力量给发泄出去了 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博那个所有的舞蹈都非常有力量 对对然后他是通过这种力量他都通过这种方式来把自己其实内心有一些紧张来发泄出来 嗯哦这个真的很好的一种方式 有个很强大的一个世界 对对对那一博呃今年是我们12周年 然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乐华说一下 希望乐华以后越来越好 一直走花路 一定会非常非常好只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好的好那我们等会还要去表演是吧 然后我们那个等会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剧透一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表演呢 有听喜吗 没有就一首歌而已 哦没有好好好好的 好那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粉丝朋友们说的吗 没有什么对他们说的 没有什么对他们说的好的 好那么谢谢一博 好谢谢谢谢 可以到后面休息一下 我们这边有很多吃的想吃的话可以吃 水果 好谢谢 好谢谢